香港中文大学 自力推动学生的全人发展 所以在2011年 我们成立了博群计划 iCare Program 计划以博诗名字 群育新闻为宗旨 目的是 侵着ICARE 五个英文字所代表 不同的范畴去培养我们的学生 成为得志兼备的公民 具备耐醒的能力 也有外顾的抱负 值得推棋及人 服务社群和关心世界 我有幸帮iCare统筹长者大学体验日的活动 请了一百位来自沙头角和北区的长者来到中大上堂 教他们去按摩一些月位 和煮一些香包 在下午时我们给了一个毕业礼 一元大学梦 大四方母 我们一帮中大同学了解到 长者原来以前小时候是因为历史的原因 和经济的困难 所以才失去了一个学习的机会 令到我们明白到要去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资源 我就是在2014年参加了博群社区导想计划 训练成为一个社区导想员 我那年的路线包括殖民地的香港 也有讲全球化 针对你们那组分岛的主题 自己去想一条路线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带这帮中学的同学一起去行 当我参加了这个活动之后 然后我就发现 原来人和地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那些人是怎样适应那块地的 或者是改造那块地的 正正就是形成了那个地方的历史和回忆 我觉得这个是丰富了我对香港的形式 我之前就在2015年的时候 就参加了这个全港的无家者的人口普查 当时探的时候 只能给到一些很即时的帮助他们 那我们就在想 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个研究 然后去feedback回政府机构的话 那会不会在制度上带来少少的改变 让他们的生活有少少不一样 那我们研究的目的 其实最主要就是找出 有精神病的无家者他们的需要 还有他们在我们现在香港的医疗制度 和福利制度之下 会不会是某些原因 令到他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到一个 和其他人一样的服务 我观察到现在很多的在职家庭 其实他们没有时间去买新私的送菜 另一方面 全港33万的家庭住户 超过一半都是因为要照顾家人 而不能够出外工作 我会觉得有一个方法可以配对他们两者 最后就做了现在的即住送盒了 那我们就会把食材是洗了切了叶了 还有安排好了一些的餐单 那客人收到货就可以很快地煮到一餐 健康无添加的住家饭 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来买了一种气氛就是 雇主和雇员一定是一个敌对的关系 那我希望就是为一些的使命 为一些的想法一起努力 博群计划是重视同学的全面发展 让他们学会怎样关心社会上的人和事 以及运用所学的回馈社会 所以希望你们慷慨解囊 支持博群计划 令中大的全人教育 能够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